编译,王德华当美国国务院公布,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新制裁措施时,特朗普的Twitter账户却除其的沉默,这更加重了人们对特朗普和普京关系的猜测。 英国卫报刊发文章称,特朗普到底怕普京什么,一文如下,最近几天,特朗普在推特上厚颜无耻地,表达了自己对各种话题的个人看法,从伊朗政权无可救药的邪恶,到篮球巨星詹姆斯的敏锐头脑。 但当美国国务院公布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新制裁措施时,特朗普的Twitter账户却除其的沉默,对这种怪异行为有什么可能的解释? 也许正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俱乐部度假的特朗普,正忙着挥甘,或者,他忽略了美国国务院所说的任何事情,或者,他可能正在经历一场普京精神错乱。 综合症的新一轮较量,这是特朗普精神错乱。 综合症的另一面,白宫新闻秘书萨拉将特朗普精神错乱,综合症定义为民主党人和自由派,对总统的一言一行做出的病态负面,下意识的反应。 他上周说,这是一种主要流行病,普京精神错乱综合症,PDS更为罕见,总之,受害者相信俄罗斯总统是一个伟大的人, 不希望听到任何反对他的言论。 特朗普表现出普京精神错乱,综合症症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他断然拒绝了美国情报官员的一致意见, 即克里姆林公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插手干预,他多次将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的调查,描述为一场政治迫害。 大家都说,在上个月的赫尔辛基峰会上,特朗普让普京搭便车, 他显然让普京摆脱了困境,如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发动战争,破坏稳定的东欧,颠覆西方民主国家。 去年三月的叙利亚化学武器攻击,以及新制裁的起源前间谍中毒案,在这种情况下,显然是一个必要的词, 因为,一呼寻常地,没有公开记录在芬兰讨论过什么,就连特朗普的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也表示, 他被蒙在鼓里,普京精神错乱综合症,让患者效仿普京,比如对所有事情保密。 因此,当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本周表示,他已经把特朗普的一封私人信件交给了他。 在克里姆林宫的密友时,外界对信件内容的猜测非常激烈,特朗普是否在秘密向普京透露新的制裁措施,或许他的信是普京放心,新的制裁并没有反映出他自己的观点,甚至他也会减轻制裁做些工作。 白宫后来表示,这封信不过是一封介绍信,目前还不清楚保罗是否与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了会晤, 然而,由于官方缺乏透明度,加持特朗普对俄罗斯多面恶意活动的纵容态度令人费解,这种猜测并非完全疯狂。 特朗普宣称的目标,是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,如果能再不损害西方安全和价值观的情况,下实现这一目标,很少有美国人会反对。 问题是,大多数人认为,普京没有做任何,值得缓和的事情,可能是在利用特朗普的天真或其他未知的。 更险恶的弱点,特朗普在他自己的政府和整个华盛顿都是孤立的。 他的鹰派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,五角大楼马蒂斯,国会的多数议员,以及最近以黑客罪名起诉12名俄罗斯人的司法部,都认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一个不应被呼吸的敌对设立。 特朗普在制裁问题上莫名其妙的沉默,再加上19个月来的敷衍,加剧了美国政治中可能最大的疑问,特朗普到底怕普京什么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市都是急选择的视频 感谢观看